很多有盟国家对台湾的安全台海的和平都很关切 尤其是美国特别关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所以他作为著名代表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讲 大家的训练就是如此 We are ready to fight 我们台湾准备好了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就两岸情势 那么他是对外是一套说法 对内是一套说法 对外的话就是把情势讲得很严峻 压力很大 随时可能会开战 那当然了 这个余大雷只讲了一半 余大雷说台湾人民准备战斗 那可是呢 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到时候来救我 大陆对台湾这些军事压力来讲 民进党是很怕对台湾的民心产生影响 所以他刻意是把它淡化的来处理 两岸都高度紧风下 也有可能就会插枪走火 也有可能在意外中开始战争 那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就像余大雷讲的 余大雷是驻美代表 那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的关切 大家都知道 你不需要当外交官 你就晓得 除了美国以外 很多有盟国家对台湾的安全台海的和平都很关切 尤其是美国特别关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所以他作为著名代表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讲 这是第二个就是外交工作在外国人面前 展现自己国家的准备勇敢或是正向的讯息 这本来就是受训的 大家的训练就是如此 We are ready to fight 我们台湾准备好了 我十年前就跟老外讲过了 不过只是不是在镜头面前 不是对外媒讲 那主要的是要让外国人 因为有些时候外媒的访问 或是跟外国的座谈 它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片段 所以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让大家不会对你产生怀疑 或者是你要加重语气讲什么话 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我们做外交的那个口袋里面 皮夹里面都有一个rosy picture 就粉红色的影像rosy picture的意思 就是说一片美好的情景的意思 所以做外交工作本来就是 他的任务基本是如此 第二个就是余大雷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 他总不能说我们非常严肃看待 或者是我们还需要时间准备 这个后面就会被别人再做文章 所以在很简短的答复中间 我想他也只能这样说吧 好 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在十月初的时候 我们的海军司令唐华 他在接受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中共是利用的蟒蛇策略压缩台湾 而且解放军已经是准备好随时要封锁 但是我们看到我要请教一下介大使 赖清德现在是透过的军事外交两个方面 我相信余大脸应该是有被授权 他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包含了唐华也是一样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赖清德透过的军事跟外交系统 现在是不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对外媒放话 对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就两岸情势 那么他是对外是一套说法 对内是一套说法 对外的话就是把情势讲得很严峻 压力很大 随时可能会开战 那当然这个余大蕾只讲了一半 余大蕾说台湾人民准备战斗 是不是 那可是呢 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到时候要来救我 我现在很危险 他背后的意涵是这个 我们待会提到最近这个Financial Times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才是重点 副标题就是说 希望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救台湾 一起来防卫台湾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要在国际上面发的声音 就是说台湾情势危机 随时可能会打起来 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 军事手段的压力非常非常的急迫 这是对外的 对内的话就不一定了 对内的话你比如说这次 这个联合利监2024B 那进入了这个什么 叫什么 反应区还是什么区 那叫什么区啊 我又听到了一个 就是然后 你巴士问他反应区多大 他都不讲 对不对 然后呢又来一个 就给你一个简单的数字 里面真正那个这一次2024 这个联合利监比他的那个重点 有什么武器跟台湾距离多近 全部都保持模糊 可是问题他们对外国的这些 驻台机构人员就核盘脱出 而且还讲得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看出来他们这个赖清德基本上对内跟对外的这个说法跟文宣的这个调子是不同的 可见 可见 就是说大陆对台湾这些军事压力来讲的话 民进党是很怕对台湾的民心产生影响 所以他刻意是把它淡化的来处理 因为我觉得大陆这些演习 事实上这些年来 从这个裴洛西开始 一次一次对台湾一般基层人民的心理已经造成极大极大的影响 对如果继续再往下走的话 对民进党的执政 对台独运动 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他对内他是怎么样 就轻描淡写 避重就轻 然后呢 没事没事 就是过了都没事 股票市场的话 没错股票市场还涨 谁知道他后面加码加了多少 对 可是对外他又遮掩不住 内心的焦虑 就希望到时候靠自己怎么行呢 一定要靠怎么样 靠美国啦 靠日本啦 靠这些看得懂英文的 看讲英文的国家 然后呢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极为严重 还有还发了两颗飞弹 那为什么对内从来没听说过呢 然后又说都进了24海里 那对内时候就 就都不提 所以我觉得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的军演 有两大特色 一个呢就是他海警编队 来到台湾岛的周围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看起来他是 接下来会是常态化 我现在请教一下 左老师 因为呢 是不是代表在赖庆德任内呢 每一年可能会有来个三次 也就是说他每个重大的演说的时候 那就会来一次的军演 所以呢 包含像是今年是520 然后呢 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 那接下来大家预期 有可能如果赖庆德在年底 他要去美国访问的话 或者过境美国的话 可能会再来一次 所以左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赖庆德 他现在是动辄得救 不管他怎么做 他只要是对外发言 重大的发言的时候 其实解放军都已经准备好 就会再来一次的军演 我想这一次联合力箭逼 其实就是要传递这样子一个讯息 就是说大陆随时可以所谓游讯转战 随时可以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演习 那在非常短的时间通知 非常短的时间完成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种讯号 其实也就是告诉台湾 就是说如果台湾方面 对于两岸关系没有妥善处理的话 其实两岸真的是随时有可能 擦枪走火 那当然这个回过头来 当然就是看赖政府要怎么去 应应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那第一个我觉得看到这次 就好像刚才这个介大使所说的 就是说其实赖政府在对内对外 是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的方式 在对内来讲看起来 就是告诉大家说都没事 可是对外当然就讲了它很严重 刚才讲到那两颗飞弹发射的情况 其实有两位这个西方的官员 是认为说大陆在这个联合力舰演习的时候 那两颗飞弹其实跟这个联合力舰演习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朝大陆的内陆发射的 但是我们政府的官员在做简报的时候 却说这个是联合力舰演习 所采取的所谓的实弹演习 因为联合力舰演习这一次是没有所谓的实弹演习 那他就强调说这一次演习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台湾带来很大的压力 是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台湾的封锁 当然这个也没有错 可是如果情势真的这么严峻的话 那赖政府其实应该要想的一个问题是说 那是不是要在每一次重大的这个日期 包括是国庆日也好了 就职演说 当然就职演说只有一次 可是明年的元旦 那这些日子是不是一定要制造两岸的紧张 还是可以有更有智慧的应对的方式 我认为这个也是值得去反省的地方 那如果说每一次都要让国军疲于奔命 然后让大家觉得非常紧张 随时有可能战争 第一个对于国军的耗损是不小的 虽然我们国军是有能力去保卫自己 可是我们能够持续的时间 我们能够投入的这个财政的资源 也都是有限的 第二个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说 那么随时在这种情况下 两岸都高度紧绷下 也有可能就会插墙走火 也有可能在意外中开始战争 那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就像余大雷讲的 我们如果真的面临一个大规模的入侵 那当然我们要展现防卫自己的决心 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采取 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避免这样子的战争的发生 不要因为没有必要的事情 去制造双方的紧张 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